今天上午11点 2019年苏迪曼北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 在日本队与马来西亚队 中国台北队与印度尼西亚队之间打响 在本台的赛事直播中 也有幸请到了羽毛球世界冠军黄华做客直播间 从专业的角度对赛事进行分析和点评 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日本队其实是很有压力的 马来西亚队打得特别顽强今天 我觉得最主要关键分上的处理 就是细节上的处理 让日本队最终赢得了比赛 提起黄华 很多羽迷都不陌生 黄华1969年出生于广西河池 是弟弟道道的壮族妹子 上个世纪80年代 因为体育成绩突出 机缘巧合下 还在读初中的黄华接触到羽毛球这项运动 并从此踏上了羽谈的赛场 有一天我就从学校回家的路上 然后提老师 因为体校刚好在我家的旁边 提老师就会问我说 你想不想打羽毛球啊 那个时候会对羽毛球感兴趣 就是说好奇 然后就变成去 开始去体校练球打球这样 1984年 年仅15岁的黄华开始展露头角 并从广西羽毛球队升入国家队 得到了老教练陈玉娘的悉心指导 球技也突飞猛进 从1990年开始 黄华在世界羽团大展拳脚 当年 他不仅和队友联夺游博杯和亚运会 冠冠军 还夺得了日本 瑞典 泰国 马来西亚公开赛冠军 在1991年世界杯赛上 黄华在队友阴伤缺震的情况下 连克几名对手 夺得了他首个单向世界冠军 可以说是战绩辉煌 我印象最深的两场比赛 一场呢 是我父亲 就是去世后 我去参加的第一个 马来西亚公开赛 当时决赛 我是身心疲惫的情况下去打的 但是最后可以终于赢下来以后 就是在媒体前面就哭啊 就崩溃了 就他们才知道说 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去赢球的 另外的一场是奥运会 奥运会半决赛 我是以悬殊的比分输给印尼的王连香 当时我的情况是打着封闭 我的膝盖受伤很重 当时肿得像包子一样 最主要是心有不甘吧 是因为自己没有 以自己最好的一面去完成这场比赛 1993年 黄华因生退役 虽然后来他离开了家乡 但他从来没有真正放下过羽毛球 只要有时间 他都会回到广西 回到南宁 参与有关羽毛球的活动 在黄华看来 南宁的羽毛球氛围非常浓厚 一个是南宁球馆 应该是 是我知道的 就是大大小小城市 南宁球馆是最多的城市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南宁球迷很懂球 南宁球迷弹球是非常专业的 也是他们会有那些 很幽默的方式去 讲出他们对羽毛球的这种感受 所以我很喜欢南宁的羽毛球氛围 2019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 混合团体锦标赛在南宁举行 黄华认为 这不仅进一步点燃了南宁球迷的热情 提升了南宁的国际知名度 还给国宇带来了很大的主场优势 我觉得中国队 从小组赛到现在为止 应该说是还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一路来都很顺 可是之后 特别是明天对阵泰国队 然后就是希望 也是能够像小组赛到目前为止 那样顺顺利利的可以拿到决赛权